控制传染的一个关键 一个是保持继续 一个是配搭口罩 还有的是洗手 这是很关键 那么京东民村的 这个疾病应该会继续存在 同时有可能会发展 特别是在局部地区出现了一个outbreak 一个发作的话 那么我相信在中国大陆是采用 立刻射清全面的联防联控 实际上现在还在继续 那么在这个区 全面要进行核酸检测 要追踪密切的接触者 同时隔离核酸阳性 即使没有症状都要隔离 这种方式看起来是行之有效